各位,各位有堅持的洞悉天下 今天我們請到吳永嘉議員接受訪明 林家慶,你好 多謝,多謝,麗Sir 現在新鮮滾熱辣 社會上也是在討論今次行政長官宣布的施政部局 這個施政報告裏面對於工商、貿易、工業發展都有很多著物 我想問一問你,你覺得收不收貨呢? 你覺得整個施政報告關於工商、貿易、工業方面 你覺得哪個範疇是有亮點的呢? 其實今次的施政報告實在是有不少措施很務實的 而且都頗有力,大家都很難不收貨 說到我最欣賞的當然是支援中小企的措施 大家都知道面對經濟下行,中小企要撐下去 最缺的都是錢 而施政報告公佈重啟還息不還本的安排 以及現場八成和九成借貸的擔保 對於中小企來講簡直是及時瑜 加上日前金管局和銀行業公佈了五招 包括果斷下調了CCYB 即是逆周期緩衝資金比率 從而釋放了銀行的資本 便利了中小企的融資貸款 以及預留了3,700億的專項基金 用來支持中小企的發展 其實切切實實真是幫助業界融資的困難 其實有了資金 中小企才可以著手改革和轉型升級 而在工業發展方面 也設立了100億的創科產業引渡基金 其實這是一個亮點 我剛剛在報章發表了文章 提到我們要發展科技金融 發展內心資本的力量 而事實上 投資創科產業不僅需要很大的金錢 而且還需要耐性 不能夠每次都靠政府 而施政報告提出成立武基金 吸引市場資金加入投資 其實這100億 隨時可以集到1,000億甚至2,000億的資金 施政報告又提出 政府會制定香港新型工業的中長期發展方向 又推動香港新型工業的發展聯盟 促進政、產、學、研頭的緊密合作 構建香港新型工業合作的平台 你又對於政府的措施來說 你覺得對於工業界有甚麼好處呢? 其實是指援了政府肯擔當的一面 而工業界比較專長是研發和生產 而官方和專家帶頭制定方案 及明確的方向 讓業界去跟進 業界就不會走冤枉路了 這一項措施最令業界鼓舞的是甚麼呢? 就是頭的字 之前的政產學研已經開始有互動 而且越來越緊密 但正如我上面所說 新型工業是涉及了很全面升級的方案 需要很多資本 亦需要很多耐心去支持我們的發展 這次加入了頭的這方面 令到跟政產學研緊密合作 我相信會產生很巨大的正面影響 最近在立法會 你跟行政長官提議了一個建議 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工業旅遊 我覺得工業旅遊 其實不單是從旅遊的角度去看 是有得考慮的 我想這裏我講長一點 大家不要介意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 甚麼叫工業旅遊 其實工業旅遊是源於西方的工業國家 英文名叫Industrial Tourism 其實它是結合工業和旅遊業發展出來的產業 因為這樣可以有助打響的名堂 而且吸引遊客 其實近年亞洲新興的工業化經濟體 亦加入了推動發展 這個觀光的活動 工業是一個載體carrier 文化是精髓 而旅遊是一種形式 工業旅遊其實很有潛力吸客 根據Future Market Insights的市場分析報告 2023年全球工業旅遊的市場規模 是有129億港元 而預計到2033年 會暴風式增長十多倍 去到1462億港元 其實我們又看看數據 德國每年4億遊客裏 是超過三成曾經參與過工業旅遊 而特首位達問大會 亦提及過日本參觀工廠 而日本當地的工業觀光 每年大約吸引了3000萬遊客 而台灣 現時約有165間觀光工廠 每年可以為台灣創造50億新台幣的產值 內地亦積極開拓這個產業 其實廣東省發佈了20條工業旅遊的精品路線 而景觀亦包括工業圍紙 工業博物館 現代的觀光工廠 亦包括傳統工業和新興產業 所以工業旅遊 並非單純懷舊那麼簡單 我們經常說文化深度有 重點是甚麼?重點是文化 正如在我以上所說 香港的工業故事 其實體現了香港的獅子山奮鬥精神 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 所以工業旅遊是很值得推動 而至於怎樣去推動呢? 當然是要結合各方面的力量 首先是業界本身 要打造值得參觀的景點 我們在會上也說過不少廠家 其實已經做好了準備了 譬如我們已經在生產線上裝設了落地玻璃 我們已經將生產線轉型升級 成為一些全自動化的機械生產線 而其實這些只是第一步 最值得慢慢參觀 其實是要成立一個展館 展館當然是可以升起的 但我認為最好就是原子打造 我們經常提到怎樣活化工業大廈 活化工業展覽館 其實就成為一個配套 如果工廠有意將工廠大廈開放的生產線 改造可以讓市民參觀 那當局會否考慮擦場鬆綁 容許業主在不需申請豁免書的情況之下 將單位的用途或部分的用途改為工業用途 而發展局局長寧漢豪也回答了 提出了他對火警 因為人流多對火警的憂慮 我也相當認同消防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業界也不會輕視這個問題 而寧局長說消防設備只要符合規格 部分的單位是可以用作展覽用途的 而對於業界來說 這就是一個明確的答案 而我們有了答案才可以商議怎樣做 另外就是要推廣的配合 開展推廣工業旅遊 其實業界一定會做好宣傳 但逐點說業界都是廠佬 宣傳這些東西都是政府撒家的 所以希望工業旅遊作為一種新的方法 或者新的模式 旅法局可以幫忙重點宣傳 好像宣傳Wining Dine 美酒街牛的宣傳的力度 或者是廟佳夜市的宣傳法 我相信一定會很成功 而我自己還想多了一步 香港工業故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劇本 可否可以想想選一些題材 改編可以將它變成電影或者劇集 幫忙推廣香港的原實力 其實早前有一套劇集 收持率很高 是用無人機物流做背景 而無人機物流做背景 我想香港人可能是比較少看的 在國內收持率很高 但是廉政故事大家香港人都很熟悉 我們又拍電影又拍電視劇 收持率很高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用影像 直接推廣工業旅遊 政府可以擔當一個統籌的角色 而我相信業界是很樂意借出我們的廠 作為場景 但是以上都是拋磚引玉 究竟如何真真正正可以落實工業旅遊到位 我希望各界可以給予更多意見 尤其是懂得聽懂華語的人 看到我們來香港玩 去看看 真正符合行政長官所說的 我們無處不旅遊 工廠都可以旅遊 我們香港展覽業 非常出發達 是吧? 人們來參展的時候 當然要留多幾天 看看我的廠 我知道你除了立法會議員的身份之外 你也是全國人大代表 行政長官今次在施政報告中說一件事 我們很多香港市民都說了 他就是希望中央能夠達為特區的要求 進一步優化內地居民來香港旅遊簽署 行政長官都說 我們要大貪一點 不單止是深圳 周邊大灣區的城市 可不可以先做一週一行 對於今天我們面對經濟困難 如果多一些內地的遊客來香港 一定會對於我們的經濟是會有披益的 其實在全國兩會的期間 中央政治局常委趙樂際先生 亦都向港區人大代表提出了四個帶頭 帶頭深入地了解中央大政策的方針 將中央的精神向市民推廣和講解 同時將香港各界的聲音反饋給中央 而正正這個一簽多行就是我們香港人的心聲 我們亦都應該要帶頭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帶頭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帶頭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的戰略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一帶一路的建設 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其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人已經在過去 像李Sir所說的 周末、嘉琦 已經有非常多機會回到中國內地看的了 其實不單止只是深圳、珠海這些近的城市 其實內地旅遊都可以深入地了解國家發展的情況 而至於港區人大 要發揮好第一個帶頭 就是要向市民宣講好中央的精神 同時將各界的意見反映給中央 這是雙向的 可以說是一個橋樑 其實我們在全國兩會期間也好 我們在一年365天也好 其實我們作為全國人大代表 如果我們聽得到香港有強烈的聲音 希望中央幫忙 希望中央有些政策可以令到香港的經濟搞活的 我們隨時可以寫人大建議給中央 而中央是會很積極和很認真去考慮我們的意見 接著會有一個書面的答覆給我們的 雖然深圳不是很遠 但是我們亦都要講為 是要展示我們好行之道 使得別人來到香港的時候 真是覺得賓治如歸 好了,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